刘嘉玲肩带意外滑落,接下来谷天悦一个动作,让大家都为她拍手叫好。 在娱乐圈中的每一次大型活动当中,除了明星们盛装出席红毯,是一场视觉盛宴之外。 在活动中各路女星之间上演功斗大戏也是很有看头,有的女星喜欢抢占C位,彰显地位。 而有点明星则喜欢用身材博人眼球。 记得去年在巴沙慈善之夜上,张韶涵一个站到C位被骂惨。 而张子怡则是在全场明星合影时故意脱下肩带博人眼球。 记得当时站在张子怡旁边的是大姐刘嘉玲,张子怡一系列举动,刘嘉玲都看在了眼里。 然而,近日大姐刘嘉玲出席某活动时,居然效仿张子怡故意脱落肩带博眼球。 3月17号晚,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在澳门举行,当天现身活动的有冯小刚,吴京,张雨起,张爱佳。 4月18号,彗英红等内地和香港大佬,其中大姐刘嘉玲也作为颁奖嘉宾出席了该活动。 和以往着装不同,当天的刘嘉玲身穿一身黑色性感的深微吊带裙亮相红毯。 阿玲搏梗和手腕以及手指上戴住金饰,烈焰红唇,可谓大姐大气场十足,秒杀一众女星。然而一开始。 大家都以为刘嘉玲的肩带设计就是如此性感,然而在颁奖台上才发现。 刘嘉玲的肩带是故意脱离到臂膀。值得一提的是古天悦的礼貌眼亮了。 当天的颁奖典礼上,古天乐平及《沙破狼》瘫狼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,刘嘉玲为其颁奖。 然而有网友发现原本刘嘉玲里群肩带一个在肩膀上,而另一侧肩带却滑落到臂膀上。 刘嘉玲宣布古天乐获奖后,古天乐上台领奖时,刘嘉玲不理会肩带滑落,与古天乐拥抱,网友质疑她在博人眼球。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古天乐与刘嘉玲拥抱时,眼睛故意闭开,礼貌眼令人称赞。 网友们纷纷吐槽刘嘉玲故意脱落肩带博人眼球,一把言细了还有必要吗?此外也有网友纷纷称赞古天乐为人。 这些年古天乐在公益事业方面一直都备受赞誉,此次她的礼貌眼再次印证了她的为人。 还真如网友所说,能黑古天乐的,恐怕只有太阳了。 制作人好奇目 好的